好,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看到单一年的分析 我要点它 单一年个月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要从这边 我点这个 这是连续性分析 那我们点这个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季度一季度二 那如果再继续往下点 我们可以看到10月11月12月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甚至到日